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8月12號 香港新增5宗的輸入性個案 在下一則的消息 和大家看看香港的海洋公園的一些花生 海洋公園的水上樂園終於落實在9月21號開幕 但是水上樂園的票價竟然日日不同 惹來市民不滿 水上樂園網上售票原本在今個星期一下午5點開放 早期有限量的早鳥優惠 320元的成人票 當時在開幕的第二天 即是9月22號中秋節的假期 以及10月1號假期的門票都火速受慶 但是之後有媒體在昨天再登入售票網站的時候 就發現再出現該兩天的門票出售 但是價錢就不是早鳥優惠的320元 而是加價至460元 海洋公園就表示 水上樂園採用的是航空服務廣泛應用的動態定價系統 會按未來大約兩個月的季節性因素 平日或者週末去定制價格 有網民就對於水上樂園海鮮價表示不滿 直指高層是不是沒腦呢 不如你們高層都試一下動態出糧 如果你們是出糧都是動態出糧的話 那就沒所謂了 亦有網民說到 還說香港人的公園這樣的定價真是很不香港的 亦有網民說到 動態定價買張票都要猜猜一下 海洋公園真是玩謝香港人的 甚至乎有立法會議員表示 水上樂園現在隨意定價的做法相當混亂 令人感覺不公道 直指有什麼理由同一天的門票都能夠有不同的售價呢 他還認為事件是不是有機會涉及違反相反說明條例裡面的虛假陳述呢 不知道觀眾的理由對海洋公園這個動態定價系統怎麼看 我自己覺得呢 先講法律方面 合不合法就應該是合法的 因為機票都可以這樣賣 沒有理由你不可以這樣賣 所以法律上沒有問題 第二件事合不合適這樣做呢 第一部分我想講一下 同一天的門票賣不同的價錢 正不正常呢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先講媒體報導所講的 之前賣早鳥優惠320元 之後就加價 同一天的門票加到460元 是很正常的 不加價才是不正常的我想講 一開始都講得早鳥優惠了 早鳥優惠的意思就是你提早相對比較長的時間來買門票 所以給你一個優惠價嘛 如果我320元的早鳥優惠價買完 之後正價又是320元 那到底買早鳥優惠那班人是不是傻的呢 對不對 所以同一天的 這個定價是出現不同呢 都不出奇的 再講就是這個團體票 大家想一下旅行團去海洋公園玩 其實那個票價一定是優惠價的 香港自己跟團出去外地有包那些樂園票的話 一樣是團體價優惠價來的 那這些就是同一天不同價錢 是不是 然後我比較想 怕 想講 大家會比較怕出現一樣東西 現在這個動態定價系統 會不會瘋到同一天入面 同樣都是散客 就這樣去到門口買票 第一個我當賣500元 去到很多人的時候會不會賣到1000元 那當然如果是動態到這樣呢 我就覺得這個不是動態定價了 這個是瘋線定價了 所以我覺得 一定程度的動態定價呢 是一件好事來的 方便他們去處理 相對的那些成本 但是如果是瘋線級別的動態呢 那這個才是我們比較害怕的東西 不過我覺得 現在這個動態所看到的價錢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這個是我自己看到的東西 在下一則都是這個花生的消息 2019年上映的香港警匪片 數獨二之天地對決 當時全球票房接近15億港元 那內地成都一間公司最近就入品法院 說數獨二的劇本侵權 起訴文件裏面就表示 數獨二同這間公司 在2006年執導的電影《完美情人》 無論起人物設置 情節和動作等都十分相似 要求主演及身兼監製的劉德華 和6間出品公司道歉 並且要求賠償9999萬人民幣 據悉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已經對此立案 發行數獨二的還語電影負責人就否認侵權 強調數獨二是屬於原創劇本 在下一則是外國的消息 說到意大利米蘭大學的一個實驗室 是世衛組織認證的麻疹和封疹監察機構 他們憑借著過往的經驗就察覺到 有一種不知名的原因 導致大家看起來 似是患了麻疹 但當真的去診斷的時候 又發現不是 到底這個不知名的原因是什麼呢 研究人員就決定開始 在遺棄樣本當中 尋找答案 這些樣本全部保存在 米蘭大學生物實驗室 零下80度的樣本庫當中 研究對400多份的樣本進行新冠病毒的感染調查 包括核酸檢測和抗體檢測 核酸檢測結果顯示 在這400多份樣本當中 有13個樣本是陽性 其中有11個是在全球 新冠大流行之前的個案 而這11個樣本當中 有9個更加是在2019年就採樣的 論文當中記錄了更加驚人的細節 就是第一個新冠病毒的檢測呈陽性的樣本 是早起2019年9月12號採樣的尿液樣本 這個樣本是來自一個8個月大的兒童 而且他的血清也是呈陽性 即是無論是核酸檢測還是抗體檢測 都證明了 在兩年前 有人在意大利就已經感染了新冠病毒 核酸檢測非常重要 他直觀地給出了陽性的結果 同時還有抗體的作證 這個證據可以說非常窄實 而更加值得重視的是 這一項研究不是單個個案的發言 而是大隊列的人群研究 非常具有溯源的現實意義 研究還表示 由於2019年9月的新冠病毒毒株 已經能夠有效地進行人和人之間的傳播 研究人員就將新冠病毒比早出現的預測日期 再向前推進至2019年6月底 至2019年8月底之間 我還說到雖然這些樣本在採集的時候 不是為了檢測新冠病毒 但是回顧性的研究最終都給出了 這些問題的決定性答案 論文研究者還呼籲 其他研究團隊應該使用儲存在生物庫當中的樣本 去進行額外的回顧性研究 以進一步尋找早期新冠病毒感染的個案 因為這些對於更加準確地去確定病毒出現的時間 和位置 是至關重要的 大家看到這裡你又覺得 不知道美國那些生物樣本庫 會不會拿出來做回顧性研究呢? 特別是電子煙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by bwd6